好 刚才我们稍微看了一下 冥王星的这个定义的影片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来 后来因为产生了一个阶级 就名词叫做矮行星 Dorf Dorf OK 那这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 本来提出的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以及冥王星 还有觉得 小行星带的古神星 它够还算比较圆一点的 所以把它升级 它原本是小行星编号一号 把它升级了 所以现在目前五颗海行星 确定了 然后呢 当时那个冥王星 糟糕 他要被降纬 因为那时候他到底他身份被质疑 他不能再算行星了 所以他把它降级之后 也给他一个编号 134340 起码古神星编号还是1 他的编号叫134340 那像后来找到2003 UB313 也给他一个编号叫136199 算是后面的 其他都有 你不觉得这个编号 有点像监狱的 寓友的号码 好可怜喔 他本来叫王 明王欸 然后居然给他这样的编号 然后当时呢 当然也开始要确定 这个2003 UB313总不能给他这种编号的秘名吧 或者是数字编号秘名也不好记吧 总是要给他一个名称嘛 要取什么名字 后来呢 英文就想到说 英文 后来就决定给他取名叫这个Aries Aries是谁啊 他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是个 纷扰女神 我说就是那个战神的妹妹 纷扰女神 非常不得人缘 然后有一次在众神欢庆会的时候 没有邀请他 他就心生 他就心生肚恨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众神的会议 众神的那个欢庆会当中 我一定要把他搞砸 虽然他没邀请我 我一定要搞砸他 结果他怎么搞砸呢 他就买了一个金苹果 然后到那个会场说 虽然你们没有邀请我 但是我想把这个金苹果 献给当中最美的女神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个女神 有三个女神被公认为最美的女神 好像之前我们问过了 没关系我再问一次 请问被公认三大美女 是那三大美女神 好来你先举 你现在还在找 雅典娜还有勒 那算了 还谁要讲 给他好了 你分数还蛮多 你分数也很多 我先让仔 有没有人觉得分数比较岌岌可危 让他那个 三大女神 好啦你们两个各答一个 因为你们两个都有举手 然后现在还没有人觉得 你们两个先给你们各答一个 各加一分好不好 来你讲一个 希拉 希拉 一个就是美神维纳斯 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智慧女神雅典娜 三个 结果呢 这三个人都觉得她是美女 可是就只有一颗苹果啊 不行 大家就一定要找出一个公正的人来做评证 能够找天神宗斯吗 不行 那她太太也 也被列为候选人之一啊 不能她自己先生出来啊 那要找谁呢 那后来就找一个 他们觉得公正的人类 叫做什么 后来有一个 后来引发了一个战争嘛 叫做特洛伊战争 嘿 其实他们找的就是特洛伊王子 觉得特洛伊王子一定很公正 但是公正之余呢 这三大美神 就很怕这个特洛伊王子不是选自己啊 所以私底下都赶快去 去那个 偷偷的去跟特洛伊王子去搞关起来 OK 然后呢 那个天后希拉赶快跟特洛伊王子说 如果你能够选我为最美的女神的话 我就给你无上的权利 然后智慧女神呢 也一样 雅典娜就去跟特洛伊王子说 如果你选我为最美的女神的话 我给你非常好的智慧 然后呢 那个维纳斯 他也去跟特洛伊王子说 如果你选我为第一 那个最美的女神的话 我给你一个美女 那你觉得这个特洛伊王子要选谁啊 他当然就选这个维纳斯的这个 他就选维纳斯为那个第一美女啊 诶 请问 维纳斯 后来给特洛伊王子哪个女神 你们知道吗 他叫什么名字 好 来 OK 翻译一下凯伦或海伦都可以 好 就那个 就给他一个女神叫凯伦 OK 结果呢 当然其他两个其他两个女神就不满意了 然后结果就引发了特洛伊战争 OK 这就是这些有来 所以这个纷扰女神 诶 取这个名字太赞了 因为他扰乱了整个太阳系的成员 突然把其中一个成员给拉下来 整个太阳系大变动的感觉 有没有 如果你一个家里的成员突然有一个人 消失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这也是一样 太阳系也是一样 所以他感觉把这个 甚至还引发地球上的人 开始来表决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造成了纷扰 OK 所以把他取这个 纷扰女神 Aris 是很有道理的 然后呢 但是 来我们再来往下看 但是传到东方以后呢 我们要翻成中文名字 这个Aris 我们要翻成什么样的名字 但是 你说中国大陆跟台湾 甚至香港 两岸三地 常常名字不统一的话 有时候 过去因为比较没有一些商业的来往 名字不统一还算OK 可是呢 如果现在那个 两岸三地的交流非常平凡的 如果你的名字 常常不统一的话 常常就有些困扰 我举个例子 来各位也可以回答一下 我们讲的 雷射 请问中国大陆叫什么 有人知道吗 我们讲的雷射 中国大陆的名字叫什么 各位知道吗 我们这边有陆生吗 激光 激光答对了 这个也可以加分 那我再问 等一下 激光这个名词 那个什么 其实有时候会让人家误解 激光感觉是光射出去 当然雷射听起来 但是我们有一个 电波望远镜 电波望远镜 我们那个望远镜 电波望远镜 是专门搜外界的电波 可是呢 那个什么 那个 中国大陆把它取名叫射电 射电望远镜 射电 听起来是要射出去的 那就会让人家误解 像有时候我们用那个 电波望远镜 收外来 收外来的天体的 那个一些讯号 或者是今天比如说 那个天空有一些 像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白矮星 或者是中子星 他们会频繁的 有一些电波跑出来 那我们用电波望远镜 去测量 甚至就可以稍微知道 星星跟我们的距离 可是如果你今天中国大陆 翻的叫做射电望远镜 很多人就误以为说 我们会射一个电出去 到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天体再反射回来 哦 我们测出它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的射电望远镜 或者电波望远镜 发明才几百年之内的事情而已 但是你说 我能够测出那个天体 距离我们有 那个什么 比如说有 那个 如果说有一千光年远 一千光年远 难道你是射出去一千年 然后在一千年再回来 哦 哇 这个是一千年的距离 我们电波望远镜 还发明不到 不到几百年 哪能够测得到一千光年远以外的东西 不可能 所以 我说有所有名词会误解 我再问一个 我再问一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 我们这个课堂上问过了 我说我们的电脑 有Enter鍵 Enter鍵 然后比如说 打一打制造 请按Enter 中国大陆常常会讲 请按什么 各位知道吗 回车 很奇怪 我们乍听之下 也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叫回车 因为以前的Enter鍵 最早以前 英文叫Return Return Return 所以中国大陆把它翻叫回车 哦 觉得这个 这个很奇怪的名字 就还有另外一个 我再问哦 我们常常讲说 来 我们那个什么 比如说Stalarium 我们的那个预设值 设什么东西 预设值 你知道中国大陆翻译叫什么吗 我们英文叫Default 我们英文 我们中文叫 我们台湾叫预设值 那你知道中国大陆叫什么值吗 诶 各位好像不太接触中国大陆的一些东西啊 你们都不知道 好 来 默认值 答对了 默认值 所以 因为之前我们的课堂 以前那个中国大陆的路深蛮多的 所以我后来慢慢有问一些路深的一些 诶 我才发现有这么多很好玩的 不同的名词 好 回头来 所以呢 现在这个Aries 传来了之后 糟糕我们两 两岸三地 就那个天文学家 找在一起 一起开个会 然后一起来定义 那叫什么名字 OK 所以呢 当时在2007年的6月16号 就选在大陆扬州 好 然后呢 主席就开始来说 来 我们要考虑 因为现在有几个提案 一个是音译 就直接把这个Aries 直译 叫做厄比斯 还是我们要用他的意思来做翻译 Aries是纷扰女神嘛 那当时有人就是 那要知道分神星 扰神星 还是来乱呢 乱神星 那后来有决定出来叫老神星 好听一点 后来也有人提案说 我们用兄弟细强的细 细神星 结果当时在表决的时候 他就说来 我们三个一起表决 认为厄里斯的请举手 认为老神星的请举手 然后请表决 认为细神星的请表决 结果一表决 大多数都差不多占三分之一 哇 而且喔 这就跟真的就跟我们的总统选举是一样 大家就开始 大家会 大家支持哪一个名词的就开始就去跟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名词 吵的 吵的 然后甚至也会拉关系到 来 拜托你站在我这边 然后我们怎么样 我给你什么好处 等等的都有 结果在大家在 真的在很纷乱的时候 当时的主席说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 来带各位去吃大陆扬州的那个什么 那个好像是包子吧 扬州包子 然后甚至带大家去游览一下 那个扬州的附近的景观 ok 然后等到 其实就是在游览期间 大家也开始拉档结派你知道吗 就开始那个 其实 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 我们台湾有一个天文学家 他其实是那个大陆 不 他其实是台大的 台大的一个教授 而且很有名 叫做孙维新老师 他曾经也是那个台中科博馆的馆长 孙维新老师 我一直之前从 开始上课到现在 都有跟各位稍微提过他 他人长得又帅 声音又好听 所以他其实在 中国大陆也很有知名度 然后呢 他也在 他就是在现场 他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呢 后来 在开始重新开会的时候 这时候那个什么 那个主席 表决方式改变了 诶真的喔 有时候 投票的方式改变 真的会左右暂停 原先 刚开始的会议是三个 放在一起 逐一表决 结果后来主席就直接说 来我们分两阶段投票 第一阶段我们来选择 要因意还是意义 刚才这里 差不多占三分之一 这里占三分之一 这里占三分之一 你现在先分 我要因意还是意义 那你觉得谁会赢 就意义会赢 因为三分之 这边这两个加起来三分之二 当时就他赢了 然后他赢了之后呢 来我们第二阶段投票是 我们要扰神星 还是牺牲心 所以 这边的票就要跑到这边来了 诶 那有没有人还要针对这两个票 来做一个支持 然后或者是 那个有要 有要那个 在拉票的话 有没有人要讲啊 那当然有 有支持那个老神星的 他就站起来就讲说 我觉得干嘛用这个 那么冷屁的文字啊 兄弟戏强的戏 很多人都这个戏 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我们干嘛弄那么冷屁的字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老神星 诶 结果那个我说 那刚才孙卫星老师 他也有起来讲 他支持谁 他支持这样 他就他就起来讲说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取名叫兄弟戏强 弄这个冷屁的字 也可以让世界的人 更多人能够认识这个字 而且能够认识这个字的意思 不是很好吗 结果一投票 他通过了 所以后来 后面才取名叫戏神星 ok 然后呢 后来戏神星 其实他也有一颗卫星 在神龙面 ok 就有这个名字出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其实冥王星总共有五个卫星 我们现在回头讲冥王星 有五个卫星 刚才第一个叫Cheron 那我说是翻译的问题 各位都不用太在意 Cheron ok 然后冥王星Nix 然后Hydra 还有这个 守着冥界入口的二权 Kerbroth 这个 这个其实在那个哈利波特里面有出现 各位知道吗 有没有 他们是找那个 是不是找那个神秘的魔法石 那一个 然后那不是有三个头的狗啊 那个 守在一个 这个就是Cheron 就他 ok 然后其中好像 这个Hydra 是不是那个什么 那个 杀死 那个 Series 那个天王星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在那个哈利波特第三集里面 不是那个天狼星吗 天狼星 杀死天狼星的那个女生吧 好像就叫做Hydra的样子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ok 所以有五颗卫星的名字 就是分别叫这些 ok 好 那再来又要开始介绍另外一个人物 又要出场了 他就是建造 有一艘太空船 去探测冥王星的 其实这个人 叫做这个 Alan Stern Alan Stern 他其实很早就在美国太空总署 相关的工作部门在工作了 然后呢 大概是他35岁上下 35岁的时候 还算蛮年轻有为 好 35岁的时候 美国太空总署呢 就提出了一个说 来 因为那时候还叫九大行星 那那时候大概是西元 可能差不多1990年左右 1990年对 美国NASA举办了一个说 诶 有没有谁 可以提出那个计划 计划案 然后要去探索冥王星的 写个计划案 当时跟他 他其实有兴趣 他就开始召集了一些 比如说有人对机械很有研究的 有人对弹道很有研究的 有人对什么什么很有研究的 甚至数学方面领域的 他开始找了一些人 然后就开始写计划案 当时跟他计划案一起投标的有五个 所以你看他就花了十年时间 把大家的idea 赶快聚集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可能怎么做 十年过后 计划案提出来了 提出来之后呢 大概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计划案 他们从五个计划当中脱颖而出 他们得标 所以各位可以看 他大概已经45岁了 从35岁开始做 45岁 他的案子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 当时给他们的经费 其实严格来讲不多 而且又规定他们 你们要早一点发射出去 因为你越晚发射 对不起到时候可能经费就没有了 所以你还要赶快 所以给你们 他当时大概给你们五年 五六年的时间 你要想办法射出去 哇很赶耶 因为跟各位讲 过去的太空计划当中 像比如说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有一个叫做航海家一号二号 航海家一号二号的钱 都是他这个经费的至少十倍以上 然后建造时间 也大概是他的两倍以上的时间 给你的钱又少 给你的那个 那个建造 跟到处要准备发射出去的时间 又短 请你把它完成 哇 结果他们 他这时候就再花五年的时间 赶快凝聚大家的力量 赶快把它建造完成 过五年之后他是几岁了 大概五十岁了 五十岁了 所以后来到2006年1月19号 在卡纳维尔角 以前有叫干奶子一角 就是在 有点算是他比较 美国大陆比较右下角 那边叫卡纳维尔角 是那个火箭的发射基地 他这时候就是 发射了这个火箭出去 因为他们 你今天 在这一年 2006年 如果你错过了 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发射窗口 2006年1月跟2月 各有两个 只有这两个发射窗口 可以干嘛 可以让你的到时候太空船 可以飞得更快 等一下 什么叫做发射窗口 什么叫可以飞得更快 先跟各位讲 如果你发射出去 如果你发射出去 你正好可以朝着某个大颗行星过去 然后 从他旁边掠过 从大行星旁边掠过的时候 大行星的重力 会把你拉进来 同时 转个圈给你甩出去 你会加速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这个2006年1月或2月 这两个发射窗口之内 如果能够发射出去的话 你可以朝着木星方向发射出去 然后借由木星的抓过来 甩出去 它有一个名词叫抛摆 抛摆出去 你可以加速 而且可能就在2015年就可以到达了 但是如果你错过这个发射窗口 你不能借助这个大的行星去抛摆的话 你一样在2006年会发射出去 你要等到2019年才会到 就晚了四年了 你看这个行星的加速会多么快 可以节省燃料 靠行星的重力去扫 所以呢 它真的敢在这个发射窗口发射出去 然后果真后来到2015年的7月14号 真的就飞略 它也是飞略冥王星 在飞略的同时拍照 同时观察 那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一下再跟各位讲 来再帮我按暂停 那个停止 录影帮我看一下 谢谢